您好 欢迎收看元宵夜的云端世界 您看到这是武汉的著名的历史景点黄克楼 今夜它依旧明亮 不过周围笼罩的这是何时不知道才能苏醒的黑暗的噩梦 中国大陆今天晚上的元宵夜特别节目已经改成了防疫特别报道 疫情的形势如他们自己所用的字眼依然相当严峻 我们来看看一些数字 目前中国大陆全境内的确诊数字已经超过了三万五千人 而且死亡的数字也已经超过了七百人 以此相对的话 比例还是维持在所谓的致命率2%左右 而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天公布的数字 他们根据大陆官方的统计 以及对病例的实际的调查显示 这次整个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应期显示 在离病人当中82%最后的症状是相当轻微的 只有15%会发展成严重的症状 而这当中大概只有3%会处于命危 甚至最后牺牲掉宝贵的性命 换言之国际的防疫专家 一直认为轻微的症状传染性很强 是这次这个疾病最主要的两大特色 大陆官方现在还公布了另外数字 他们认为在湖北这个污染源以外的 中国大陆其他各境内的确诊的增加数字有了变化 他们说在湖北以外的确诊每天增加的数字 在2月4号到7号这4天之间出现了连续4天的下降 2月3号是890位 到了2月7号是558位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家了解的消息 但这意味着疫情进入到一个新的 甚至是曙光的阶段吗 大陆的官方防疫专家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实在言之过早 因为整个的疫情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换言之现在还是处于围堵第一的阶段 至于疫苗的研究 大陆承认从5号开始 真的已经开始进行了临床的研究 至于哪一个防治的疫苗方式 可以奏效同样的颜值过早 我们只能说在17天的围城之后 元宵节已到 大陆官方也还是无法提出 奏效的任何可信的乐观证据 换言之疫情还在发展当中 特别是都市以外的农乡地区 17天之后 也许我们再来看看答案 可能再会比较的明确吧 拿出中国式速度 这块宇宙最平坑地历时8天 2月2日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中国疫情作战等 第一个重装武器正式一场 一千张床位配置 基本监控仪器 还有肺炎病人最需要的供养系统 接着记者更发现 这个装置 严防感染风险 进出负压病房的物品 有专属通道 倒入的空气需要进化 内外气压也得定时监控 一切准备就等这一点 人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在队到达这里的车辆 包括人员都要去 进入一个消杀工作 2月4日 50位亲证病人 在1400年解放军 医护协助下 入院隔离救治 中央系铁腕安明星 布置在武汉盖 雷火双神山医院 更广建了13处方舱医院 所谓方舱医院 原本如军队的 野战机动医疗系统 具机动性 部署快 成本相对低廉 而且环境适应力高 这是中国第一次 用在突发应急的 医学救援 由于病床需求实在太多 武汉的方舱医院 多选在大型的场馆搭建 包含会展中心 甚至体育馆 都是方舱医院的据点 预计总数投入 超过10万张应急床位 因为中国至今 超过3万个确诊病例中 就有2万名病患 位在湖北 疑似病例 更占全中国的六成 记者率先进入观察 谈言环境相当可难 这个背入其实还是挺厚实 摸上去也挺软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 这里的基础条件 肯定是不如一些正规医院 所以说这里收治的 都是一些轻症病人 而且建议收治65岁以下 方舱医院的设置 类似社区大型隔离所 希望轻症患者能减少 与健康民众的接触 但内部缺乏隔离的空间 被质疑恐沦为病毒窟 导致更大规模交叉感染 确诊的首先它互相之间 不会有一个交叉感的这种风险 本身这个确诊是可以 多人住一个房间 从这个医院感染来讲 这一块是可以确保的 国家防疫大将尽可能在官媒 解析疫情遏制恐慌 因为目前包含鱼经商 大量进出武汉的温州人 还有杭州与南京等 至少80多地 已经执行不同程度的 城市封闭控管 更让人不禁要问 究竟武汉在1月23日封城后 疫情控制住了吗 当时专家认为 封城14天前后 应会过了高峰期 而摊开中国统计数字 3日确诊人数 首度飙破2万 4日新增3887起 确诊病例 WHO称这是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最惊人的增幅 等到关键的2月5日 正式封城后 14天潜伏期满 这天增加的确诊患者 的确比前一天 降了约200人 接下来的统计数据 整体而言 没有再出现另一波高峰 所以外界认为 这些数字 恐怕只能反映 中国的检验速度 中国民众更想知道的是 武汉境内疫情的真实样貌 处处听得到 病患家属的悲气 疫情弥漫的 除了看不见的病毒 还有中国罕见的求运声 中国外交部也向各国喊话 承认口罩 防护衣 护目镜等物资真的很缺 且对比先前 他们痛骂美国为防疫 有条件禁止中外人士入境 是散播恐慌 很不厚道 数日后身段放软 愿让美国专家到中国支援 防疫之战 点燃成了全中国 不能输的意义 二日解放军八架运输机 现身武汉补给物资 这是近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最大型的 非军事支援行动 武汉成了病毒围城 当物资和全球目光 都投注在这里时 在湖北省以外的疫情数据 似乎透露出中国疫情防控的 转转熟光 纵观二月一日起 湖北省以外 每日确诊人数 多在六到八百人的增幅 从曲线图明显看得出来 自二月三日起 数字已经连续四天往下坠 尤其二月五日 正是武汉封城潜伏其满 中国疫情防控是否奏效 或许无法断言 但至少成了连日来 难得的好消息 现在太早 计划和数据 专家明确指出 落实检测与患者隔离 是当前中国防疫的重中之重 随着越来越多医疗设备的建制 武汉扩大收治病患的执行力 逐渐可见 但愿这些离家就诊的民众 能逐渐康复 不再困于冰冷的病床 全球也不再恐惧 这股难以捉摸的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